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看到一些人就是售卖矿泉水啊 售卖纸巾或者是乞讨啊 或者是捡垃圾 那么大多都是外来的居民 那生活非常的艰苦 最最让我震惊的就是我经常晚上啊 有时候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些妇女带的儿童 在垃圾桶旁边吃垃圾 其实我有几次想去拍他们 觉得还是不太尊重他们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当我去过去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之后 我再回到土耳其 给我的感受是 他们这些外来的客人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苦 所以我觉得走之前还是想去看一下他们 所以现在我就去买面包 这个面包店每天早上都有新鲜的面包 就是前面这家 好多啊 How much? One? 6 6 6里拉一个 OK All this All this FC FC 全部 小哥很吃惊 FC FC 后面再做面包 哈哈哈 很香 这个一框面包挺多的 而且很大个 push it push it yeah push it yeah 哦 ok 他们他们他们 一袋少装一点 到时候我们一袋可以帮一个家庭 谢谢 谢谢各位 太郁闷了 现在是土耳其 因为大选 所以很多车都进不去 那个苏莱曼尼附近 然后我就被司机无情的丢在这里了 我打不到车 我打车的话 他问我要20美金 才一点几公里的路 这我好郁闷啊 哎 这有个小哥 哎 哈喽 where you from China rely 这中国人 中国人 啊太好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那边有叙利亚的难民 然后我买了些面包 想送给他们 你能不能帮我拎一下 我现在实在打不着车 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 你这个这么多 对 太多了 然后 远不远啊 差不多一公里的样子 因为我打车 刚刚他都问我要20美金 气死我了 问了好几个 帮我当游客了 可以啊 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我给你拿下吧 没事 哎呀感谢 感谢 感谢 你现在没别的事吧 没有 没有 啊好好 我叫小玉 我叫李逍遥 哎呀逍遥 哎呀这个名字好 这是你真名吗 不是不是 一名 哎呀好感谢感谢 我跟小伙啊逍遥 我们两个扛了面包走了好久 因为很多出租车都不愿意上去 要不就开价很贵 然后我找了一个大叔 用了个小推车 帮我从小路拉上去 你看这边要经过一个小巴扎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 那个司机能找的路给我送上去了 但是这一次 你都不肯给我送上去 还有可能现在因为大选 很多路段封路了 没想到这次去帮助别人这么曲折 首先是被出租车司机丢下 然后后来又是被出租车司机坑价格 打车搜我巨额款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子 现在又在这个巴扎里面穿插 去找那个位置 因为这边其实是欧洲区离我住的地方 也比较远 也真的好艰难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集中住在这一片区域 这个大叔对这边特别熟悉 带着我走街穿巷的 田面左拐下去 中国整个一片都是平民窟 这有个停车场 这都没写鞋跑下来了 Hello 先带回家 大叔不要我钱 no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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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诶诶诶诶诶诶诶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给他们妍人分一点 好 你过来你看他住的地方 其实很破 就是啥也没有 好小在外面玩 下面那一片都是 他们在这边应该上不了学 这里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很害羞 过来 哦 这是他们家 哦 这一个小宝宝 家里好多小孩子啊 宝宝 哦 她说家里面缺这个 缺那个 她想买那个尿不湿 尿不湿 We buy co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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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大啊 下去看看 看她的眼睛其实好漂亮 过来车子 这个房子还漏风 你看前面 半截墙塌了 然后还住在里面 哇 这个房子好臭啊 诶 哇 这里住的有人 哦 你还会说英语呢 锁门了 No 锁门了 都不在家 它有三户 哎呀 旁边这个房子已经塌掉了 这边就是他们 这垃圾都会先拉回来 然后再去把它集中去卖掉 这里有一户人 逍遥要不你问一下 看家里没有人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带来的面包 还有买的衣服都送给他们了 然后特别是 值得感谢的就是那个 送我们上来的拉车那个大叔 听说我们帮助这些人 就是 费不要收那个车费 不行还是给了 他不仅给了还多给了 感觉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一个很大的这个 简易的垃圾处理中心 就是他们 小孩子收剪了这个废品 就拉到这里来 简单加工一下 来这里交易 然后平时他们就坐来这附近 今天多亏小伙子 逍遥的帮忙 来把这个事情做完美了 然后请他吃个大盘鸡 在这个土耳其 吃到中餐很不容易 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你 没关系 都是中国人嘛